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已經進入一種孽障的狀態 就是我已經有很多東西是來不及想 我已經來不及想 今天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李國會坐在我旁邊 怎麼可能 發生什麼事為什麼 張立哲會坐在我旁邊 一直沉浸那種 但來不及想 來不及想 必須往前衝 你有跟他表露出 你曾經是他的大粉絲的那種 我一開始不敢不敢講 因為我原下的場合一直講 反而會很尷尬 尤其是我覺得最靜忌就是 想說我從小聽你的歌長大這種話 萬萬使不得起 請問不要對姐姐說這種話 所以我就是一開始我都很po 我就是很冷靜就是 進去大約 你好你好 我說你好你好 就這樣 這麼不好 所以到比賽完都沒有透露出你是他粉絲 不是我說我一開始就是 一直覺得要不能提這件事 對 然後後來是又再熟一點的時候 然後才讓他知道說 他以前真的是我練轉音啊 開始會看著歌詞去唱唱歌 是 都是 從他開始 從他的CG開始 對 拿著歌詞練他的歌 對 那你怎麼沒有變成一個R&B的歌后啊 你 其實我 我 我是 因為我聲音不適合唱R&B 還有樣子很適合 不會啊 很多R&B歌手都撞撞的 就 黑人 所以 這真的是一個很很棒的緣分 你一定從來沒想過對不對 小的時候是買他的CD 練他的歌 竟然跟他一起比賽 就是會撿他的簡報 他是我人生唯一一個會撿簡報的明星 是這麼迷的那種啊 我會把他的簡報貼在我連絡部的封面 蛤 真的啊 就是以他為目標 我長得要怎麼漂亮 是這樣的概念嗎 我也沒有覺得長態可以變成他 只是就是 是那種 開始 迷戀偶像年紀的時候 就是 就是Coco姐 哇太榮幸了 當然還有很多人 像比如說 葉倩文出現在眼前 也很奇妙吧 林子祥 林子祥 那時候在那個後台走到的時候 對 因為他們港星都有個氣場 然後沒有很多人 對 然後我走過去的時候 都內心就是 我們 我們雅神沒有派很多人陪你嗎 也是有 你這樣是有什麼意思嗎 你在暗示什麼 不是 可是因為我們 你一直在談續約對不對 然後呢 然後 我們也是不少 可是因為我們都很矮 喔 太矮 這倒是 你叫他們上來 我們這個都一樣矮 對不對 然後我們不管怎麼去哪 就是比較容易就是被忽視的一群 了解 因為葉倩文本人就很高 對 不要說他身邊了 對不對 結果呢 那氣場長大 然後我就跟他就是要就是 又來打招呼 然後你好你好 我是徐嘉宜這樣 因為很怕都要不知道我是誰 是 然後我想說那林子祥大哥呢 就是這樣子撇取不著 然後我就想說 好等一下遇到再打招呼好 然後我就這樣往前走 然後突然看一看 復旅嵐山中林籃子 籃子在我旁邊 就是那林子鄉 然後他也就是 你這樣公開笑他 我們也在直播你知道嗎 你剛說到復旅嵐山 這個字嗎 你還模仿他這樣做 欸這感覺像樹懶 還在直播喔 什麼叫像樹懶嗎 不是 然後呢 結果呢 你知道我很怕今天就跟他會聊太開 因為我去我是歌手的時候 一開始我非常不適應 真人秀性的事情 我記得第一次拍完 後來躲在廁所 為什麼 因為鏡頭是好幾台 然後一直就是 對 停不下來對不對 365度 一直陪著你一直拍著你 然後我就覺得很不適應 到後來就是適應以後 反而就放太開 所以我想說 回來之後我要適應 對今天要冷靜一下 反正看到這些前輩都非常的激動 黃翅立也很可愛啊 你跟他怎麼教點 他中文就只會 拉他好棒 好瘦 好漂亮 是你教他們的吧 這些 沒有他自己學的吧 真的啊 就是 他會 很漂亮 很好 很好 李佳穎 洋氣 洋氣 OK 就這幾句slogan 我有教他一句 教他什麼 性感 是對龍族兒說的嗎 對你啊 你不要這樣騙外國人好不好 那你們試一下他們聊天嗎 用英文還是怎麼樣 很難喔 其實 比較難 沒辦法聊 可以玩啊 可以嘻笑 可以罵跳 總之這些都是徐佳穎 他自己 他有帶給我們的好棒的回憶 恭喜你喔 也因為我是歌手四 我想大家更了解 包括整個大中華區 知道他的實力 他是一個唱作歌后天后 然後呢 因為這個 後座力很強大 我知道最近你非常忙碌 也新的動作 包括很多影視作品 都指定要你做一曲對不對 之前就很多了啦 現在又更多了最近 正在進行中呢 好像超過五六步喔 恭喜啊 可是影視作品 就要量身定做 相對來講 會不會比較辛苦 要做一些功課 不能照你自己的天馬行功 去寫歌 這個我會覺得 反而是另外一方面的鍛鍊 就創作上面的 命題作文 對對對 也是新的條件 了解 不管是郭富城的電影 姚晨的電影 都指名徐佳穎 恭喜你啦